6月3日下午,本月少女的经纪公司BlogBelwick Radio在组合官方粉丝部落宣布 成员TU将不参加202本月少女First World Tour 很快,在毛网络社区论坛上,有网友上传了一篇题为 本月少女的TU可能被一出组合帖子 该帖子也包含BlogBelwick Radio最近宣布 TU不会参加本月少女第一次世界巡演 本月少女The World的公告 据报道,在2021年12月和2022年3月份时 这有消息传出,出于未公开的原因对BlogBelwick Radio提起诉讼 申请暂停他与BlogBelwick Radio的独家合同的有效期 让粉丝们震惊不已 不过粉丝们表示,公司和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和账户平衡问题似乎一直存在 在评论区,朋友们还强调了 说在整个宣传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些困难 比如因为他在工作中缺席而不得不更加频繁的情维联系室 也有人透露,据BlogBelwick表示 出生因为下半年,江芒语预先确定的日程 因此无法在世界巡演中演出 不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粉丝和网民都表示失望 有些是赤鹅还是粉丝少女的主唱之一 爱的韩社 每个人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